不過這個沙川休息站 除了有童話般的藍白建築 據說它還入選了日本 超好買的休息站之一耶 這邊好多的歐秘雅耶 每一個上面都是被海盜線 但是我們剛剛看到出來以後 大家都人手一直雙旗 飛機雷 厲害喔 快點... 這個紅到爆炸的伴手禮店 這是源自這沙川室啦 但出來乍到 當然先來出來再看 它的冷靜男巴萬的霜麒麟囉 我這個是上面是寫香草 白草有利吧 對 這是香草 這是香草 這個是他們當地電視台 有特別拍攝過的 有耶 你有香草的紙 然後在裡面 怎麼樣 我跟你講 除了非常濃郁之外 除了非常濃郁之外 它的冰淇淋不是那種 你知道有些冰淇淋吃起來 是鬆鬆的 對 刷刷 它是很紮實 很飽滿 吃起來就會讓你很滿 除了口感紮實外 聽說茵茵手上這支 居然是用上了高級的 委內瑞拉巧克力豆 它有點像在吃很濃郁的巧克力 可是它是很冰鎮過的口味 它的紮實感到像巧克力一樣 那麼緊實喔 可是你看它它劃下來的速度 沒有到很快 我覺得這是很棒的耶 可是我覺得我剛剛吃了 它其實雙琴在這裡帶一點點苦味 巧克力的苦味 一點點而已 你知道我仿佛來到委內瑞拉 你講的委內瑞拉的舞 會跳太... 委內瑞拉很厲害 委內瑞拉怎麼是這樣跳 好像那個舞 跳燒燒嗎 多米尼加菜類的 夢多啊 可以把這個蕭蕭的雜木帶走嗎 不是啦 我是說在這休息站內 我們還發現了一個新玩意兒 紅毛和牛這美麵波耶 因為我們吃的和牛 其實重點是在吃它的脂肪 對啊 可是你在吃紅毛和牛 因為它比較稀少有沒有 它脂肪它比較少 所以你知道的肉感會更多 可是它不會柴 它做的肉串 我們在列 它直接掉了 都掉了 飛起來了 直接 就直接拿了 好像甜甜圈喔 直接聞就可以聞到那個香味了 你抬抬它的油脂... 把滋...有沒有 好亮喔 光視覺上就給它滿分了 那口感應該也是不錯喔 太厲害了 有沒有 它的表面撒了薄薄的椒鹽 然後非常提味 然後你咬下去那個肉 其實有感覺就哇 出來 但是又不會讓你覺得 像我們之前吃和牛那麼油膩 因為我之前和牛吃太多 會覺得嘴巴都很亮 就是奶油啊 對 太油了 拿太奶 但是它這個瘦肉偏多 對 所以就覺得不會那麼的膩 對啦 這紅毛和牛的特色 就是那較甜的瘦肉 跟恰到好處的雙鮮這樣紋路 而且店家很貼心喔 它居然是做千層的口感耶 它是一片一片的和牛 然後把它包成這樣一圈一圈的 因為你在咬下去的時候 你會有那種千層 一絲一絲的感覺 你可以吃到它一片一片的口感 而且重點是 我們現在不是在很厲害的餐廳 我們在休息站 我們在休息站 他們休息站這麼厲害 好厲害 超級耶 對 全都要 想不到日本的休息站 竟是如此的臥虎長龍 這讓阿松我 還是更期待接下來的旅程了 來吧 就來吧 我們來吧